今天我们煮的这道菜叫做海米香菇佛手瓜 那佛手瓜是中国南方一个非常常见的蔬菜 它的本身的味道比较清淡一点 所以今天我们用海米和香菇来增加它的鲜味 今天我们主要的材料当然是佛手瓜 这里是一个拌的佛手瓜 我们把它切成片 海米还有香菇是提前泡发好的 我们把香菇也切成丝 配料有姜丝还有枸鸡 它们主要是增加颜色的鲜艳度 作为调味我们有盐还有油 那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翻炒了 好那我们等锅热了以后 首先放入大约两个茶匙的油 放完油以后我们首先放香菇和海米 好那我们把稍微翻炒一下 让香菇和海米的味道就可以出来了 等到我们闻到香菇和海米的味道非常的浓郁的时候 加入姜丝 然后稍微加入翻炒 好的那我们现在是时候把佛手瓜放进去了 因为佛手瓜的体积比较大 我们等一下会加入水 然后把它焖熟 现在先把佛手瓜和其他的材料混合在一起 好那我们现在加入水 把佛手瓜稍微的焖一下 大概加入半河水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加盐 那根据您口味的轻重可以加不同的量 那我们今天加一点点 好那我们现在是时候把盖子盖上 让佛手瓜焖大概五分钟左右 这样子佛手瓜的质地会比较的松软一点 好那我们等五分钟回来再见 好现在五分钟已经过去了 香菇还有海米的味道已经非常的浓郁 我们可以看一看佛手瓜有没有做好 好的现在我们佛手瓜已经非常的软了 最后一步呢就是放入狗鸡 那我们把所有的材料再进一步混合 大概三十秒钟以后就可以上盘了 我们的香菇海米佛手瓜就这样做好了 那佛手瓜呢 它的本身热量是非常低的 刚才我们用的油也非常少 我们用了半河的水 这样佛手瓜是被焖熟的 进一步的降低了它的热量 那希望大家喜欢这道菜 海米香菇佛手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